為了進一步推動原住民族教育發展 南投原資中心首次辦理線上論壇 邀請各級原民校長以及原住民學校的 校長一起來分享討論 目前原民學生在民族教育跟一般教育 所面臨各項問題 原教法修正實施後 南投現在一百零九年成立 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目標不僅協助各級學校發展原住民族文化教育 也關心原民學生在學習過程的適性發展 因此辦理論壇希望匯集不同聲音 也讓各級校長分享理念與看見 那想藉著這個機會 能讓校長去談談他們 經營他們的學校的一個理念 還有針對原住民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需要去突破的 讓校長他們可以發出不一樣的聲音這樣子 校長開獎其實是一個起頭的一個契機 讓他們可以利用我們原資中心所辦的一些各項活動 來作為一個奠基 那我想這是我們原資中心最大的一個協助跟幫忙 此外 南投原資中心也利用線上直播方式來進行 目的就是希望讓更多人看見 並一同來關心原民教育議題 原資新聞NO 南投埔里 採訪報導